其胜我有朋友他说我摸打阿斯纳没什么好虚的就是输不了你说他是不是啥 这个比赛一看就是运气啊足球比赛是这样的呀 运气占太多部分了这场比赛我说实话 曼联半主力打了阿斯纳抬不起头 最初输0比1跟不输有区别吗 这场比赛我说实话也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 这是历史第五次在主场输给阿斯纳也是0比1 前四场都是0比1这场也是0比1 既给英超增加了悬念又又给了阿斯纳三分 给曼城上了强度有一讲义 我最后赛后仔细复盘了一下 其实输给阿斯纳0比1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跟阿斯纳打平了 曼城提前一轮投贯 他是不是最后一轮可以放水 他最后一轮如果可以放水的话 那么他打足总杯就可以休息十天 那你跟他提是不是难受 我故意输给阿斯纳0比1 你按曼城是不是后面两场比赛必须全力以赴 假设你必须全力以赴的话 你打足总杯是不是只能休息五天 你5月19号要提西汉姆姆 这样的话一来二来去既骄傲了你又增强了我 我还不用上全主力 对吧 这样的话我总总杯可以暴打你 没毛病吧 请你们赢了赢了赢了 这是腾阿哥为什么说我回报的球迷 说去我还能回报球迷吗 当然我觉得腾阿哥犯神经病了 后来我也想不对 腾阿哥看起来不像是神经病的样子 是吧 他没证啊 那个硬朴是有证 他没证啊 那么他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我思来想去 原来这个原因 大气层的想法 好